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的来源是谁同意投产啊 销售的机会转瞬即逝 美国本土无人机的市场竞争有多激烈 你不是不知道 我没有签字 就代表我没有确认产品可以投产 这次的问题 是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分工 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默契 破坏了极客飞行的规矩 不是只有你把极客飞行当业 我也是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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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时越来越大了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不能在这里待了 其实你可以 先选择把眼睛闭起来 因为你先闭上眼睛 就等于你主动选择黑暗 那你平常在家怎么睡觉啊 睁着眼睛睡吗 开着窗口灯睡吗 那你今天晚上就想象 我是你们家床头的那盏灯 看咱爸那状态 周人被打得不轻的 以后见到我们男家的人 就绕着 绕得越远越好 南京的 你这车到现在还没去修啊 你不能遇见什么事就想逃避 那逃避能解决问题吗 也不知道是谁在逃避 你们家老爷子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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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你看看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动粗 要伤着自己了怎么办 雨桥 姐 你注意点爸那腰啊 我刚才看视频了 那一下扭得不轻啊 我知道 对了 我正好要去修一下车 要不 你帮着照顾一下爸 我不用他照顾 行 我签完字就下来 你就在门口呢 你签完字赶紧过来 我签完的 我签完ő 我签完额 你竟然不会是 那我签完 年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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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话要说吗 你说想当我的床头灯 这一次让我当你的指路牌好不好 好 这种世神的戏码我喜欢 但这种戏码 就我一个人看就过了 这就是你的指路牌吗 只是想给你一点指路 要是一杯鸡汤就能让人勇往直前的话 极客飞行早就成功了 你这么说别人会怎么看呢 我难瞧在大家心中是什么样 打不倒的女强人 不知道匹配的机器 我怎么就不能灰心一下 我现在就想灰心丧气一下 现在的手机 互联网 电脑 一百年前 她恐怕连理想主义都算不上 有可能是 科幻主义吧 你的路呢好不容易爬上去 现在放弃 甘心吗 何况 你还有那么多同事陪着你 是啊 温迪 老秦 小Q 小安 用他们三年的青春陪我一起创业 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说我要放弃了吗 失败就会让人不舒服啊 但错就是错 没有必要去坚持 还不如重新开始 是 你是在耍我吗 没有啊 是你把我想得太脆弱了吧 会说鸡汤 你十月会说鸡汤吗 你肯了 不是 你肯了 我肯了 怎能不肯了 我肯了 现在回想起来啊 你跟十月在山洞那天晚上 你的失欲症也没犯呀 我肯了 看来这十月的治愈能力 都快赶上我这店里的小猫小狗了 你这是夸人的嘛 不过通过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分析 我可能是欲弱则强体质 其实那个十月 我倒是也听说过一些 说来听听 你变八卦了 这不闲着呢吗 那个男人 很不一般 也很不简单 当然我也只是道听途说 也不能全部都当真 说到底 我也是想让你少走点弯路嘛 懂 他大约二十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家里面欠了高利贷 他就离开学校打工赚钱 他比你大个三四岁 这样算起来 那时候你是不是还在得过念书啊 对比一下是不是天差地别 天差地别是有 但是没有高低轨见 后来他遇见了一个贵人 赚了不少钱 中间不知道是出了些什么事儿 然后他就从那个贵人那儿独立出来了 没了 这不就是以草根的成长史吗 有什么特别的 那贵人是个女的 所以 我是说你蠢还是说你蠢啊 非要我说得那么直白 你自己也不好好想想 就十岳这长相 这身材 光靠脸吃饭都能吃几辈子了 不问过去 淡忘未来 他以前干过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还记得这里吗 想忘也忘不了了 差一点 我们就不会认识了 我去吧 不要 不要 要不是警察把我们都抓了起来 我还以为我会死在哪个地方 我也因此认识了 能够改变我命运的人 后来也不知道 早上什么狗水 居然从军车所里出来了 很多事情 你真的以为是老天 是老天 你一剎 什么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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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变得真好 我这次回来 一直在追查当年的真相 也包括长剑兄这七年的人生 你不查 我得帮你去查 怎么又是他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怕你放弃啊 怕你把十年的苦水自己一个人吞了 但我绝不希望你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写的放弃 你要报复我 我决定这是你 嗯 那我要是放下了呢 那我就继续陪你 在西里互动过几十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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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走 走 千算万算 你还是有一点没算对 你利用南桥所有的手段 原来都是你真心的 还差到了什么 你之所以能够从拘留所里出来 是因为常见熊凑了很多钱 赔给你打伤的人 赔给你打伤的人 你之所以能够从拘留所里出来 我们再来 差场势的行动全都停了吧 因为常见熊 不是 是因为难脚 十月就是当年的石俊卿 石俊卿 我看阿宁也不知道 他的十月还有这么一段过去 其实 石俊卿的改名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 怎么回事 快弄好 他其实是我们的人 你是说 他其实是警方的线人 安宁前任丈夫的贩毒集团 就是石俊卿帮我们破获的 不过安宁的时候很干净 后来我们调查了几个月 发现安宁根本就没占他潜伏的身影 后来石俊卿就陪着安宁去了美国 那现在呢 他还是不是 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 当时我们本意是想帮他恢复身份 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改名的原因 好嘞 哥 难怪 做了这么多的事 当然不想被我们这些舅舅找到 你找到他了 准确地说 是他一直在找我 哥 你说他常见熊跟石岳的关系可不一般啊 看来这张牌我们是答对了 什么 什么 我的账本 谁呀你个黄八蛋 跟我走 走 走 别 sulph是 进 Burk 也是 省 给你胖哥 干吗发这么大伙儿啊 房车 有话咚好好说 给我搜 把所有的抽屉都敲开 今天要是找不着账管 我就把这儿给点了 走 干什么 干什么 怎么着 给十月当狗当得很开心啊你 关你屁事 这是让人家的 咳 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张宝没找到 发现了这个 有意思 这事就有意思 这样 你去把咱们的城市的大少爷 我们的好兄弟常见群 我请你 我告诉你 我的话咱们信 放话 他不是跟咱们玩那套什么 兄弟情深不让咱们都失业了 你就跟他说 我请他来 让他好好看看 我是怎么慢慢折磨失业 来 给你的主人打个电话 这事儿要没他就不好玩了 这个常见兄弟真是傻 他以为他不动十月 十月就不动他了 来 我看你会有事儿她的 是哪儿呢 我看我说她是傻子的 这事儿是傻子的 我看你觉得是傻子的